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大连一位发明人,凭借着自己独特的脑洞,竟将拉面做出了花,你敢信吗? 夜台机器竟然能做出30多种面条,面条的宽窄粗细都能调节,不仅如此,做出的拉面比某州拉面更有风味。 在保障多口味风格的同时,带给时刻更多的是干净卫生,用拉面机做面条,两秒就能拉一碗面,而且面面有不同,其中还藏有大乾坤。 无论是食客,还是摊主,都无时无刻享受着拉面机带来的方便,全自动拉面机的到来,解放了无数拉面师傅的双手,让喜欢面食的朋友,能吃到更多风味的面条,探寻生活科技,只为更好的你,牛气。 下面的发明厉害了,火锅竟然还会飞,火锅我们都吃过,但是会飞的火锅你有见过吗? 山东扇线高宝坪,就发明了一台会飞的火锅,一键遥控自动升降,无论是鸳鸯锅还是麻辣锅,食材都会浮出水面,再也不用担心食材会遗漏,甚至煮老的情况,而且吃完火锅身上也无任何气味。 据了解,发明厉害利用独特的制造工艺,经过950度的高温锤炼,打造出健康的饭廊锅,不仅造型美观而且环保防烫,传承中华饮食文化,享受会飞的火锅,漂亮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